台唐梅花豬肉片被驗出瘦肉精 西部特羅 週日開始接受退貨 台中有消費者憂心忡忡 一早騎著機車前往門市退貨 擔心瘦肉精吃進身體會造成危害 全台開放退貨 消費者帶著發票或者是電子載具 在原購買通路不限原店家 都可以辦理退貨 台唐梅花肉該品項全面下架 被驗出有瘦肉精的問題 肉品台唐已經要求覆驗 結果還沒有出爐 這批總共有819公斤 2730包的肉品 加工日期是2023年12月11號 有效日期2024年6月10號 從產製流程來追溯 飼養是來自於嘉義的南進敘職場 再到屏東信工公司屠宰 經過認證後就會到銷售端 像是國防部福利社全聯台唐一課程超市 而針對南進敘職場的株枝 目前檢驗都是陰性 從台唐南進敘職場再到信工屠宰場 目前都沒有查出是哪個環節有問題 而相關單位到嘉義南進養豬場 進行動物用藥的查核 也沒有發現不法藥品 肉品流向 台南衛生局查出了 全聯有25包緊急下架 高雄之前只賣出了一包 非該編號的肉品也全面下架 到底收入金是從哪裡來 現在台唐和消費者都想要趕快知道答案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